目前中国女排正在香港备战世界女排联赛 接下来将会继续打响最后一战的比赛 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在这次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 围绕着主教练蔡斌以及朱婷之间的事情一直讨论不休 首先在第二周澳门战的比赛中 朱婷一直沦为替补 而在对战泰国队那一比赛赛果中 朱婷难得有机会首发登场 之后朱婷在场上当爹又当妈 还成为临时场上教练 指导中国女排如何打败泰国女排 包括一次关键的暂停也是朱婷叫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球迷认为朱婷做得非常对 而有些球迷则认为朱婷越拳指导不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疑让主教练蔡斌和朱婷这两个人面临很多的非议 面临非常大的舆论压力 就在最近为了平息外界的风波 主教练甚至为了之前安排朱婷替补的事件进行道歉 这一点更是在业内引发巨大的震动 日前有业内媒体人认为 最近朱婷和蔡斌一系列的争议事件 背后很有可能存在着幕后黑手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影响中国女排的军心 影响球队的内部团结 进而影响中国女排未来征战的成绩 毕竟从朱婷回归澳门参加比赛之后 这中间风波就一直持续不断 有些球迷批评朱婷 有些球迷批评蔡斌 总而言之 这些批评的声音 对于中国女排内部的团结没有一点好处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有媒体人就提出质疑 认为中国女排最近的用人安排遭到质疑 导致朱婷的首发事件受到外界的关注 很有可能存在着幕后的黑手 这位媒体人直言 中国女排如何用人 是教练组的战术安排 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影响 但现在所有事情的走势 似乎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 对此很多球迷自然想知道 所谓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尽管这位业内人士并没有明确指出来 但经过一番分析后 大概能够猜测得到 虽然中国女排是中国的骄傲 一直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为国争光 但实际上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也存在一些极端黑粉 这些人看不得球队好见 不得中国女排取得佳绩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人就在网络上煽风点火 希望通过朱婷首发的事件 希望通过教练蔡斌道歉的事件 进而影响到中国女排内部的关系 如果中国女排的球员 和教练员之间互相猜忌 到时候成绩恐怕就会大受影响 有机有可能影响到 中国女排进入奥运会 以及未来奥运会征战的成绩 这才是这些人的终极目的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积质疑中国女排的教练组以及球员